来我们来看击击对战Rebona第三局上半场 红夫人我觉得红夫人真的现在还是没有红蝶强 我觉得红夫人 这个图可能的顾虑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图的红蝶就强比较高 没有特别特别牛逼的红夫人 但红夫人就红夫人的他一面比较小 可能就是击击就是想保平 然后你保平 然后就他保平 然后队友也保平 然后直接带走 而且积极这边这个心眼乌梦非常火断 这下来找到舒服啊 那两个镜子抬走了 这边这个总能咬到吗 咬到了 咬到也没有用 反正镜子在CD我就等镜子 我跟进以后他不可能走的 这边邮差就红夫人不失误 这个邮差必死 对 这边不要用弹射了 想过来扛刀 曹琴你看这个 哎呦曹琴的意识还是 哎呦技能没封到 哎呀这要混蛋就跑了 他这波如果说能把这个技能给跳掉的话 就真走了 曹琴还很有想法呀 手热了手热上来了可能 这样的话这两刀打完应该没机会能真三跑 你觉得这个局还有机会三跑吗 这个局的话要撑三跑必须再掉一个镜子 只要只要掉一个镜子我觉得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阵容修的比较快 但是我觉得扭掉红夫人的镜子先问这个选手镜子也是很准的 他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机子不够 机子不够你打不出一个两拨救人私人开门战的 除非这边那个油拆能26你说油拆可能26吗 我下一个镜子架住了闪线捏在手里面 油拆怎么26呢 对油拆的话26是有 我这边叫闪线 要叫闪了 对我就叫个闪线嘛 哎很稳 哎要起镜子 那这样的话 啊啊啊啊 没事有闪线有闪线有闪线 没关系切过去 有闪线转歪了 没事没事有闪线就还行 他不敢闪不敢第一时间闪还行 哎好好好还行还行 这一波的话不亏 穷者这边已经赚回来一些了 就现在穷者其实可以保平了这个局面 平局有了 因为穷者现在状态还是整体状态 对对对对他们状态都很好 我觉得穷者这边稳着打的话 平局是应该有机会的 逃行 走开好的可以 消耗一手 有红封人卡了个二接镜 过来继续刷新鸭二接 打一刀刷二接 然后镜子一台 走 哎我觉得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 对他现在那么早放镜子干嘛的 哎还好还好 他走直线是不是这个镜子都掉了 对啊你觉得怎么样 走为什么要 他走这个板子 直接走一个五秒的狗 一个弹射 对 刚刚当时他其实咬到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能走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感觉这一波 哎他这波走歪了 慌了慌了 机子的话现在还差 还差一百三 一百三 一百三的机子 一百三的机子 红夫人这边续不上节奏的话 哎呦非常火断呀这些 对他得续一个什么 他得续一个压遗产机的节奏 他才能赢 对 如果说这边抓心理学 心理学家拉到墓地 说实话压不住机子的 我发现红夫人这个角色 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没有那么激进 就你像你这种节奏 你就很难说 你一定能打两刀 没那么激进的一个平安的 但是很稳定的 稳 我觉得红夫人是真不稳 红夫人现在就保平 我觉得都够呛 我觉得平时稳的 但是追心理嘛 死追嘛 你怎么搞完 对死追心理你只能保平嘛 你不能真胜的呀 然后你这 这还是一个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 其实求生者劣势开 红夫人优势开 这边的话带到了一台遗产机啊 哎这边带到遗产机的话 没搏命了 我觉得这波心理 当时第一个镜子吃完 直接去中场 对这边墓地在修的话 他就不应该带过去了 我也其实这波 他往墓地带 我以为这个墓地机快亮了 我以为墓地就没有人在修 我以为这边 可能就是去补心理的机 中场有一个杂技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佣兵再来就一波 然后杂技这边 把中场的机子补掉以后 去那个4号机补心理的遗产 428的机子还刷50% 卡死就一波 这机子还是勉勉强抢的 不够不够 因为现在移的非常远 不是你又不觉得穷者 在这一波的交流上面 肯定是没交流清楚 怎么会带到佣兵这边去的呢 如果心理想不带遗产机 他就直接在4号起溜 往1号带 就是最稳的嘛 对 佣兵那边跳过来 哎这边镜子抬了的话 能扛刀吗 机子刚摸上 应该刚摸上 这个镜子不能中 哎哎 等下一个镜子15秒 电击的话不太够啊 对对对 下一个镜子15秒 因为这边镜子好的时候 佣兵差不多就倒了 这个弹者要给他一个没法起镜的 一个一个视角视角 他只要没法起镜的 你说这不挂佣兵行不行 哎哎哎哎漂亮啊 这个板子不下就有了呀 有传送 赢了 直接开门 开门战的话 逃行是危险的 佣兵一个护币 看他怎么传 他可以等镜子的呀 他先镜子打佣兵 不行再传嘛 他也不一定要 一定要4的 他打4的话 就直接赢了嘛 打3其实也够了 我觉得 佣兵一个护币跳开 那我就死跟你了 对吧你就剩一个护币了 伴许佣兵一刀带走 那边我觉得仙奥梦会直接传 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传 这佣兵挨的刀 想稳 仙奥梦还是稳一点 我觉得他也没毛病 对对对 他如果直接传的话是个4 因为杂技开门慢 这把就是后面心理学家 往那个佣兵那边带过去 是最亏的 他不干扰机子的话 佣兵那边机子修完 应该是能打一个三人 开门战保平的 对我觉得他这一把 就抛开失误来讲 他们的沟通可能多多少少 有一点误差 对对对 没有交流到位 没有交流到位 虽然说失误是在所难免的 但这边沟通的话 4个人给的信息差不够 因为当时墓地修的遗产机 亮不了 按理说应该是给心理报上的 心理的话是不知道还是什么 就是往 对对对 他那不带到墓地 为什么我当时说往心理不会到遗产 带到墓地就可以 因为我看到那个走位 我想就不会 然后等到我看到佣兵在墓地修的时候 我当时就惊了一下 我其实觉得当时 哪怕说往中场6 因为杂技是新起的嘛 他可以绕我去补心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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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就 我觉得带到墓地是最不划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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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